現在是平日下午的3點 在9號出口這邊也有很多人來 不過這邊因為出口所以多人都可能是正常 因為平日是很多觀光客會進去吃的餐廳 沒有開 MCN是很久沒開門 然後這家是... 但它正在裝修 它本身是通訊公司 老虎堂 是不是真的沒有人呢 真的沒有什麼 以前是吃辣雞 咦?我不是在這裡吃過東西嗎? 對 我在這裡吃過東西 它正在裝修 它是因為疫情而裝修 對 應該是 兩個星期前還有那個盤子在這裡 這條就是平日很多普通的街 不過其實我覺得這邊一向都好像差不多人流 沒有開這家 這家沒有開 還是因為我太久沒來呢? 好像很久沒來 你覺得呢? 我平日很少人 拍烏鷹 全部拍烏鷹 一個客人都沒有 其實開店又不是不開店又不是對他們來說 開店就要請人 所以他們自己看店 我會不會拍烏鷹 我會不會拍烏鷹 我會拍烏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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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iPhone拍東西真的很漂亮 韓國人的數量是差不多 平日是多遊客的 這條街 這邊了 沒有了 這間店 對面這個 對面這個 對面這個也可能是 我會拍烏鷹 收拾了千多間店 但店裡收拾的同時 也有很多新的店 出現 我又看到 我上次去市廳 經過市廳的地鐵站 有兩間麵包店是新開的 半麵包館的機架 讓我看到 我覺得他們是沒辦法 他們怎樣都簽了那個時間 他們是沒得不做 不知道有沒有開開 有啊 有客勝地 有開了有開 雄大現在還有人 其實有多少人 比起明洞 我覺得應該明洞會淒慘 因為明洞 基本上完全依靠外國人 但是雄大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外國人和韓國人的比例 所以很多韓國人都有出來 是Grand Open 但他現在沒有Open 他說延遲Open 台灣的飲品 3月31日再進 人流衰少 但是每一間都是正常營業 而且是有客人的 真的好久沒換衣服 特價應該是 特價嗎 沒有啊 一樣的價錢 都是萬五 修理中 那是甚麼事 還有今天這麼多 臨時休業 這個Clubbing 他直接沒有寫到 寫到多少號 也是新裝修 也是有新裝修的 小波 我們現在開放了 3月 這裡有很多人 我們就開放了 dla 외국人 我也不知道 工作的工作 也很短的工作 現在我們在晚上晚上 8點 週末是有更多 週末是晚上晚上 原來是晚上晚上晚上 我以前在晚上晚上 我以前是早上開了 但這裡的地方 人家不太過夜了 然後吃飯了 吃飯了 我真的不知道 有餐 沒餐 我吃了餐餐 很多人入面前的汁 我沒有不足 這個鍋裡面的奶茶也甜很多 嗯 好的 最比香港奶茶 但我覺得好喝 但好甜 但他們說比韓國人喝的奶茶 他們說好喝 芝士波 這個好像 Takoyaki 我真的不買是覺得他有趣 對 好有趣 現在這個很漂亮 快要直約 你有沒有走過這些橋 我很喜歡走橋 真的走 這個時候真的走 今年也沒有 今年也沒有 但是 今年沒有明星文節催過你 現在是韓國最光燥的一年 所以呢 所以 我不會外出 不然臉都很光燥 所以我現在在車裡面 今天主要的目的是 我要問朋友借電腦 因為大家可能看過我之前的Vlog 前面有說過韓國銀行的e-banking 是很麻煩 是MacBook通常都做不到 有些是MacBook不支援 我現在就要問朋友借一部 非MacBook的notebook 所以今天我非常感激 他願意借電腦給我 因為我本來其實打算借他 一兩次而已 但怎料他們整部都借給我 感謝他 所以說 出外是靠朋友的 感謝大大 我現在要把這部電腦開箱 這次這麼大聲 我這邊有事 應該是經過我這條路 我好久沒用過非MacBook的耳外機 台灣based 糟了 Password是什麼 Password是什麼 你改密碼的 不要韓文了 不行 但你在這裏買嗎 我在這裏買 但可以裝其他文 但我裝了韓文 不行 我裝中文很煩 不想看其他 你可以format 不可以直接window轉 你也可以這樣轉嗎 咦他直接韓國的 他沒有其他 不能轉 按鈕 有按鈕 嚇死我了 這個語言而已 這個整個系統 應該 為什麼要這樣做 怎麼轉語言 糟了 我真的很久沒用過 這樣 但window本身 不是有很多語言 但你只可以選一個 你裝的時候 是要裝的嗎 System 即是用光碟裝 因為這部電腦 一買回來 什麼都沒有 就是你買一個window 不要緊 反正我還是處理韓國的業務 我覺得是 不想得不再轉 那你先黏上去 Vindow 應該是韓國的 是不是這個 對 對 看來真的很多年沒有用 這個 五、六年了 我現在不會用window 我現在加了 加了 然後呢 那邊是右鍵 夠了 現在是開那個 會不會認證了 可能要很多時間 那個 那 差點 還沒買 還沒買 還沒搞定 我先去買 你喝什麼 可樂、沙豆、Crupice 什麼 Crupice 嗯 我呢 我要沙豆 重新開機 是輕了機 是啊 不過 但是重新開機 會不會 會不會 要update 不想開機 就是要等很久 嗯 不要緊 有的時間 我會不會已經叫了 要等多久 他呢 就說是一個小時 但是呢 應該就不用一個小時 我的認證書呢 他排級了一次 他過期就要排級第二次 但如果他還沒過期前 我再排級 他會不會排給我的 嗯 會 要給錢 四千 一年四千 四千 就是你想 就是I mean 比如說我忘記了我的密碼 我可以找到密碼 嗯 OK 今天吃超不健康的 雞腳 沒有骨 雞腳 看到了 逐問 有 他遲早會過來吃這邊 超喜歡這些魚子 超喜歡這些魚子 自從吃完這個之後 上次吃完這個之後 然後我家裡 我自製這個 雞腳 特地買一些奶奶奶奶回來 買 味道一樣 一模一樣 其實我覺得韓國人真的不敢做 你這個其實也是把這些東西這樣拌勻的 自己買料回來做 嗯 所以我就說 在家裡是覺得好 但是 位置 然後 所有都不方便 你也是坐的士 都不是的 我記得我最近坐少了很多的士 因為我喜歡坐巴士 但是巴士全部都不在家附近 全部都是 譬如我要走十分鐘才會有我的巴士站 我覺得我不想我拿車之後 我還要走十分鐘才會回家 嗯 但有巴士站的那些屋遠 全部都很乖 之前住越南東的時候 這樣 我拿車走幾分鐘就不行了 我不知道 我可能太以越南東做基準 嗯 但越南東本身有方便 超級多謝朋友 他借了一部電腦給我 解決了我的ebanking問題 他甚至乎是整部電腦借了給我 因為反正他平時都不會用到電腦 與其就這樣放在他家的方便 不如讓我用 因為我之後可能都真的會經常用到 因為我倆沒有MacBook 都完全不知道韓國的ebanking 所以其實今天我有一個感想 就是 我覺得朋友這件事 就是 你有問題的時候我幫你解決 我有煩惱的時候你給我意見 那今晚這幾天 都跟幾個朋友聯絡 剛巧大家互相都有些煩惱 有些困難 都是你幫我我幫你 所以 都算是解決了問題 所以其實真的有能力幫人的時候 盡量幫人我覺得自己也會很開心 所以其實都慢慢 真的越來越覺得 如果自己是有那個能力的話 就盡量做到最好 分分鐘來一個小動作 說得誇張一點 可能是救了人家一命的 忽然間又有這個感悟 因為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 每天都面臨不住很多的問題 所以可以幫到人就幫 好 說得太遠 出開去順便 都去了Yanki 買了蠟燭回來 因為我家裡的蠟燭已經被我燒光了 所以是時候補貨了 今次買了三款味道回來 三款都超級香 在家用的香薰呢 我自己比較偏好 怎麼說 比較沒那麼大露的味 今次買了一大量小回來 首先這個是露燭水 聞下去其實首先第一次是甜 有一點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過西瓜味的糖 或者西瓜味的雪條 底下有那種甜味 但是再仔細聞一點 有種清涼感 好像下雨 溪水的感覺 我就是因為這個清涼感而買這個 這個是Green House 顧名思義就是一堆綠色植物的味道 這個味道有點像下雨之後的草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真的很喜歡跟下雨相關的東西 無論是下雨的很陰沉的畫面 下雨聲 或者是下雨的氣味 我都很喜歡 如果大家有住過村屋 或者是經過很多樹木的地方 這個味道是下雨之後 青草加泥土混合了的味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很喜歡這些很清新很乾淨 整個環境整個世界被洗滴過之後的味道 不知道我覺得聞這些味道可以洗滴心靈 最後一個就是Balsam and Cedar Balsam其實是其中一種做香水很常見的成分 它就是來自樹木的一些油脂 Cedar樹松木也是一個在香水很常見到的Base Dock 它是一個比較聞起來像是冬天的味道 閉上眼聞它的話 你會覺得你身處在一個白茫茫的雪地裡面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松樹圍繞著你 然後有聖誕氣氛的 雖然現在是春天 但我覺得我聞了這個味道 個人很心狂神怡 不過跟我去買蠟燭的友人 他非常不懂得欣賞這個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是喜歡什麼類型的味道的話 可以進去聞一下這些味道 這樣大家就會知道我是喜歡哪類型的味道 其實我喜歡的味道很簡單 就是比較起來喜歡一些輕身 通透清涼冷一點的味道 不太喜歡一些暖的 譬如是Vanilla那些 其實這次這個vlog 最主要是想給大家看看 宏大街頭的狀況 可以看到宏大少了很多人 但也不至於說真的完全沒有人流 宏大雖然有很多店舖沒有開 但也一直看到有很多店舖 裝修新開的 韓國在昨天9日正式取消了 某些國家的面簽證入境 香港、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些 全部都是包含在內的 本身鳴洞是觀光區 主要的客人都是觀光客 所以鳴洞應該很受影響 應該是會更加死氣沉沉 所以如果之後我有事情 還要去鳴洞 或者經過鳴洞的話 那我也會拍給大家分享一下 鳴洞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那今天的update就到這裡了 因為我最近也有很多影片 如果大家按訂閱和旁邊的小鈴鐺的話 就不怕錯過了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收看 Bye 晚安